想了解世界就关注局势很简单 亚裔美国人称 想与白人平权 首先得战胜黑人 美国有个反仇恨亚裔组织 近两年收到了大量仇恨亚裔的投诉案件 从去年三月到今年三月累计3800多件 其中3200件发生在去年 这些事件的90%属于辱骂和讽刺 动手的也不太严重 亚裔也就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抗议 所以数量多 但是没引起重视 这种事频繁发生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责任可不小 特朗普原以外 没人比他更懂新冠肺炎的防治 结果被残酷的现实打了脸 于是他像个小孩一样四处推卸责任 在公共场合不厌其烦地 诬陷病毒来自亚洲 说话的时候咬牙切齿的 全球最知名的国家元首带了头 就强化了美国人对亚裔的仇恨 今年话的说话不那么难听的拜登上台 本想着情况会好一点 但是今年骚扰事件继续上演 而且还闹出了人命 性质上比去年要恶劣得多 看来拜登并没能阻止美国人这种互相伤害 而且上周末在全美60个城市引发了抗议活动 美国的亚裔群体主要由华人 日本人 菲律宾人 韩国人和印度人组成 总人数呢大概在1770万左右 占美国总人口的5.4% 亚裔族群里华人数量最多 总数大概是550万 占美国总人口的1.67% 目前仇视亚裔的情况比较严重 整个亚裔群体遭受了无差别的攻击 因为华裔占比最多 所以被骚扰的概率呢也就更大一点 根据2019年的数据 美国总人口是3.28亿 其中62%是白人 辣美黑人17.4% 非洲黑人13.2% 从数据能看出来 美国是个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 其他有色人种里黑人最多 所以人口占优势的白人和黑人 就敢欺负亚裔了 欺负的时候呢 白人喜欢动口 黑人喜欢动手 早在建国以前啊 黑人就已经抵达北美了 当时他们像牛马一样运过去 然后祖祖贝贝在地里啊 种甘蔗种玉米 1776年 北美13州造反 建立美国的时候 黑人依然在给白人老爷当牛做马 90年以后的1865年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北方联盟获胜后 废除了奴隶制 黑人这才被解放成自由人 可是自由人并不等同于美国公民 自由后 没衣服穿 没饭吃 娶不起老婆 一部分黑人 黑人还是低头找到白人老爷那里 自愿做奴隶讨生活 那个时候 黑人生活很不方便 五花八门的歧视 让他们几乎是寸步难行啊 100年以后的1964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公民权利法案 给了黑人政治权利 黑人这才和白人理论上平等 理论的平等 并不等于现实的平等 黑人的平权运动 贯穿了美国245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 也是美国黑人的血泪史 华人去美国的时间 大概在1848年前后 距离南北战争打响 还差个13年 那一年啊 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金矿 白人矿主们需要大量的矿工 当时我们这边啊 是湖岸的清政府时期 在家没衣服穿 没饭吃 娶不起老婆 干脆一狠心 变卖家产 买一张船票 就去美国当矿工了 本质上啊 和黑奴呢 区别不大 加利福尼亚的金字被挖完后 这帮矿工 又参与建设 横贯美国东西部的 中央太平洋铁路 在工程最繁忙的时候呢 将近两万华人 在工地上干活 占了铁路工人总数的90% 那些华人 用最原始的工具 和最危险的方式 帮美国修通了这条铁路 但是啊 由于官方的刻意隐瞒 这些工人并没有出现在 建造者名单里 1869年 铁路修通后 华人劳工就被打发了 他们呢 也回不了国 陆陆续续聚集在 旧金山的唐人街 那时候 旧金山的资本家厂里 正好缺人 就把华工们 安排上了流水县 还有一部分 去农场里种地 由于华人吃苦耐劳 不眠不休 工资低 而且不消费 不娱乐 不闹腾 严重拉低了工人的 平均生活质量 引发了白人群体的抗议 在他们不屈不挠的抗议下 美国国会 于1882年 出台了排华法案 几乎给了华人 和黑人一样的待遇 白人呢 这才罢休 1941年底 日本偷袭了珍珠港 美国当天 就宣布参加二战 于是 中美变成了 共同对付日本的同盟国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 和当时外交人员的努力 排华法案在1943年 被废除了 在美国的华人 有了理论的公民权 比黑人要早20年 从那以后 美国对亚洲各地的 移民政策先后放纵 于是移民美国的亚裔 开始暴增 从过去到现在 新移民一去不返的 主要是美国发达的经济 说的简单一点呢 就是图一个更好的生活 指明了 冲着美国的制度 和民主去的人 少的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亚裔 究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过去我们并不了解 只能从影视作品 和这些人 衣锦还乡时的状态 去想象 善良的我们呢 总是把陌生的世界 就想得很美好 去年新冠疫情爆发后 很多美国华裔 开始拍视频 赚零花钱 从他们迭迭不休的抱怨里 我们认识到了 他们过的呢 也没有那么美好 一锦还乡时的优越感 并不是真实的生活 中美之间 目前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是这个差距 已经不足以 让一个人变卖家产 一去不返了 未来 两国的差距还会缩小 移民美国的热情 还将继续降温 在美国的历史上 任何一次经济危机 都会让多数人日子难过 然后引发种族之间的 相互仇视和伤害 从去年到今年 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 再一次给了美国人 这样的生活压力 日子难过 这人的情绪就不好 情绪不好了 就想找地方发泄 于是白人鄙视黑人 黑人欺负亚裔 在这些冲突中 黑人的表现格外刺眼 黑人没有从老家非洲 带来劳动致富 金榜提名这些东西 所以尽管过去的早 但是整体上混得不如亚裔 相当一部分 日子过得很差 每当经济衰退 他们首当其冲 所以一旦闹出了 抗议示威的事 负责打架结社的主力 是黑人 受损的商店和餐馆 多数属于亚裔 这个规律几十年前在发生 几十年后依然在发生 是值得思考的 白人歧视所有人 尤其是黑人 黑人欺负其他人 尤其是亚裔 这三个族群 自打建国以来 就在一起生活 两百多年过去了 还是处不好 可见美国的民族政策 是失败的 美国的执政者 两百多年来 一直没有消灭种族歧视 这个问题 用永久的强大 和持续增长的经济 不停地掩盖 可是 如果做不到永久的强大 来掩盖这个问题 种族之间呢 迟早要互相鄙视和攻击 最终呢 形成严重的内耗 拜登的1.9万亿 尚且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针对亚裔的歧视和伤害 依然在上演 这个现象 值得打算移民美国的人 去反思 在考察完那些 诱人的常规优势后 还得权衡一下 种族问题 以及美国政府 在融合民族 分歧方面的能力 这一点做不好的话 总有一天啊 自己会被人欺负 而且投诉无门 美国的华人 终究是美国人 他们在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 站在星条旗前面 说过这样的诗词 我放弃原来国家的一切权利 支持美国法律 效忠美国 并愿意为保卫美国 上战场 对于现在不断上演的 伤害华裔事件 我们只能同情 或者谴责 说的多了呢 就涉嫌干涉内政了 拜登和布林肯那帮人 喜欢对他国内政指指点点 但是呢 不接受别人指出 美国的内部问题 华裔在美国的时间 和美国历史一样长 他们的地位 也通过一代代 华人的抗争不断提升 现在看来呀 这个抗争还远没有结束 要想有朝一日 不被黑人欺负 光有好的教育 好的工作 和物质条件是不够的 他们还需要在其他领域 继续抗争 并刷出存在感 向白人和黑人证明 自己呀 并不好惹 可是这个抗争的过程 不就是加剧 美国种族冲突的过程吗 可是 这个抗争的过程 不就是加剧 美国种族冲突的过程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 咱们就聊到这 欢迎针对 本期节目的任何评论 和分享 关注局势军 让我们一起进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